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有參考過B站的房子 那他沒有教學 所以我就稍微改了一下 按照他的房子做了一個新的出來 那這邊是我的大廳的部分 二樓的地方 它這上面是用玻璃呈現的 然後下面是我們客廳算是會議室的地方 這邊是我們按摩浴池 就是累的話這邊可以休息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北京修 這是我們高校打到的戰利品 算是家具之一 然後這邊是我們彈鋼琴的地方 然後旁邊是那個欣賞鋼琴的時候可以坐在旁邊 來去看一下 三省發亮的椅子啊 可以欣賞人家彈鋼琴這麼的棒 OK然後再來這邊是我們的浴室 那這個浴室的地方旁邊的小房間 這裡呢 目前是沒有家具的 就稍微把它做一下隔間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有一個可以看出去的小雲台 然後這邊是一個小堂椅 OK被我的櫃子滿滿的圍住啊 當然少不了我們的網美牆啊 兩個人坐在一起可以一起拍照 是不是很愜意 還有小鳥飛過去喔 OK然後這邊是我們的餐廳 餐廳 就是稍微做些裝飾 OKOK然後這裡呢是 做這個蕩鞦韆的地方 等一下 不太好轉角度啊 OK 然後這是會客室 簡單的會客室 椅子放在這個地毯上面 OK 然後因為雙人莊園會有兩棵這個樹啊 這個互相澆水的地方 另外一個鋼琴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椅子 可以坐在這邊慢慢的欣賞 這個view還不錯 OK OK 還有歐氣的窗簾可以這樣打開 我們到二樓看一下 二樓 一進門的右手邊呢 這裡是算是休息室啊 我們可以直接這邊躺著睡覺 這裡其實沒有做太多的裝飾 就是 簡單的家居放一放 來 試躺一下 回五時耐久的床 好不好 OK 我們直接到我們的 算是陽台吧 陽台有一個 讓人家放鬆的躺椅 然後整排都是空空的走道 這走道我覺得個人還蠻喜歡的 然後把那個燈換成這種燈籠 然後把那個燈換成這種燈籠 然後這是算是交易廳啊 OK 還有我們的裝飾品 也是高效獲得的 然後這一間算是客房 我們發現另外一個賬號 另外一個賬號 另外一個小號在這裡 然後這邊算是 也算是露天陽台啦 可以坐在這邊看到外面的風景 帶大家看一下我的主臥室 主臥室兩張床 透過這玻璃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風景 對還有這裡 算是一個主臥室的交易廳 再來是我們的閣樓 這閣樓需要坐小椅子上去 光這個屋頂我蓋了一段時間 看他的參考別人的屋頂我蓋 所以就花一段時間 然後這裡還可以跳上去 算是一個小型的露台 然後這屋頂呢是可以跑的 好給大家看一下左邊我的建築總分是13000 然後防禦還差6個 然後幾乎全滿 櫃子放260個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 建築總分 然後建築分數是9900 防禦是680 加具是2700多 OK我們看一下我的排名的部分 可以看到建築分 是第21名 OK本座人氣是25啦 這個我可以再衝一下 應該是可以拼到前十不是問題 那你看光一萬三就已經21了 如果全部再加到七幾的話應該是可以 也是可以達到前十啊 但我覺得就是莊園等級夠高就可以達到 但是也不難 你看滿滿的櫃子 滿滿的櫃子 兩排喔有沒有 這邊一排 這裡也一排 一排三個 然後還不包括這些喔 我還有一些在這個 地板還有包括在屋頂上面都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那如果你有玩這個遊戲呢 歡迎到初心山脈來找我玩 那下次見囉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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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